中華市黨區都市價位一直沒辦法形成 當地基民跟基礎組織中華市黨區發展出政會 希望可以加速黨區的都市價位進度 目前頭一項工作就是鑑督中華市工作 跟中華政府占對台中借運 立頓引申告中華市的案件 要來協調出一個既體共識 共調借運的路線 只有王黨名山頂黨 黨區都市價位才有希望 中華市黨區的基民跟民意代表上人 共同組成黨區發展出政會 雖然出政會這麼多成立 但是他們已經先確定一個目標 就是要來推動再問黨議 我們這個黨區發展出政會 就是希望在黨區都市價位 都有20幾年沒辦法推動的前行之下 現在你剛好一個台中捷運綠線延伸到彰化 我們是希望就有這個機會 拜託政府 拜託公所 從這個捷運東儀 東儀來跟我們剛才所說的預計路線 那麼這個東儀來後 經隔照我用區段徵收的方式 來讓我們這個黨區都市價位來順利推動 這是記者會關於王武衛達表師 這份的行見 不可以用鑑定的角度下去看 要注重電影的需求發展 這個捷運綠線的延伸 不應該只是用所謂的工程的導向 應該是將這麼好的一個高發展的一個區位 用整體的配合上我們東區的擴大都市計畫 一起做一個通盤的考量 那我們知道彰化縣政府還有市公所 在明天會有所謂的協調會 未來我們會盯緊彰化縣政府 讓他們跟縣府跟市公所 跟在地的甚至跟我們出境會這一邊 能夠做好良善的溝通 當初發展出境會共調 這有的路線到沒有人要不定案 管政府跟中華市公所跟在交通當中 當初的都市計畫要有證明 這運氣下去才有希望 到中華新聞中西良 中華蔡宏寶德